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中国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今日新闻首先带大家关注一则上海的离奇事件 一位母亲在地铁上发现一名与自己女儿极为相似的女童 怀疑胚胎被盗用 要求亲子鉴定 结果引发对方家长报警 事件在网络上 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接下来我们转向香港 中共统战部长石泰峰在香港发表简话 强调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要共同反对台独 推动一国两制实践 为祖国统一提供重要接近 他的发言再次引发了关于两岸关系的热议 最后我们来看一款引发热议的桌游2045 该游戏模拟台海战争 玩家扮演不同角色 包括亲共和反共阵营 揭示了台湾在面对危机时的内部分歧 这款桌游 不仅让玩家体验战争的复杂技 还引发了对两岸关系的深思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青岛日报近日上海的王女士在地铁站看到一位 与自己女儿长相极为相似的女孩 引发了她对于自己试管婴儿胚胎是否被盗用的怀疑 王女士发布寻人影片 希望通过亲子鉴定 确认女孩是否与自己有血缘关系 然而 影片在网络上发酵 给女孩的家属造成了困扰 女孩家属表示 女孩是自然生育 并提供了相关证据 为了避免更大的麻烦 家属报警求助 目前王女士已经删除了相关影片 中央社中共统战部长石泰峰在香港出席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时 重申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 为祖国统一提供了重要借鉴 他强调 香港在实施国安法和基本法23条立法后 已经进入了游至极星的新阶段 石泰峰还提到刚结束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为推进祖国统一提供坚实基础 台独是于决入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导权在大陆 他呼吁与会者坚定中华民族认同 反对台独分裂 并充分发挥港澳和海外连接两岸的独特优势 中央社台湾游戏品牌迷走工作法推出的桌游2045引发的热议 作家朱又勋世娃后表示 桌游将胜利条件设定在个人身上 反映了台湾各方势力在面对危机时 因分歧难其难以合作的现实 这款桌游通过模拟共军青台和台湾内部的博弈 让玩家深度感受不同角色的心态和行动 朱又勋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政治攻防教材 有助于玩家了解自己和对手 作家林立青也认为 通过桌游可以更轻松的理解不同立场和价值观 促进对台海局势的深入思考 星岛日报报道 第33届夏季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总结大会 在今日隆重举行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巴黎奥运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共夺得40枚金牌 27枚银牌和24枚铜牌 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是 运动员们穿着亮眼的红色外装 轻松的在会场外拍照打卡 女排队员王愿运和乒乓球队员孙颖沙和尹刘涅 表彰大会将于今晚举行 国平队的六大主将 以及跳水队的全红禅和陈玉希等众多奥运奸儿将出席 大会将对在奥运会中表现出色的运动员和团队 进行表彰 颁发奖牌和荣誉证书 星岛日报报道 国产游戏黑神话 悟空今日正式发售 迅速登上戏命 最热玩游戏棒手 在线玩家人数突破百万 这款由深圳市游科互动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 西游题材单机动作角色扮演游戏 自2020年发布预告片以来 一直备受瞩目 游戏的成功不仅在于其高质量的制作 更得益于政府部门对高质量国产游戏的强力支持 多家公司宣布为员工放假 甚至报销购买游戏的费用 以支持国产游戏行业 游戏科学的创始人冯济透露 黑神话悟空的研发成本至少需要4亿元 玩家每小时体验的开发成本约为1500万元至2000万元 游戏的正式发售标志着国产游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中央社报道台湾游戏品牌米走工作坊即将推出桌游2045 罗尼平行时空下的台海战争 玩家将扮演不同角色 如促统会政府军台湾自卫队等 凸显个人与国家利益的矛盾拉扯 呈现台湾社会内部分歧 创办人张少年表示 这款游戏不是合作游戏 而是一个零和游戏 整场桌游仅有一位胜利者 为在游戏美学历史考究上取得平衡 制作团队邀请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做顾问 并将共军过去绕台军演的资讯纳入设计 共军在游戏中设定为非玩家角色 玩家可以依个人利益选择牵制或引导共军登陆 张少年强调 这样的设计反映出台湾各方势力各自盘算的一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菲律宾同意暂时接收等待在美国重新安置的阿富汗人 美国国务院表示 将为这些阿富汗人提供必要的服务 包括食品 住房 安全 医疗和交通 菲律宾外交部则称 该协议正在进行最后的国内程序 尽管没有具体说明接收人数 但华盛顿邮报道称 约有300名阿富汗申请人将接受签证处理 这项协议是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克思执政期间 华盛顿与马尼拉关系加深的最新迹象 自2021年塔利班重新控制阿富汗以来 又超过16万名阿富汗人在美国重新定居 数千人正在第三国等待签证处理 去年美国要求其盟友考虑接纳阿富汗申请人 引发了一些菲律宾人处于法律和安全原因的反对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印尼与澳大利亚敲定了一项新的防御协议 以进一步巩固两国之间的亲密联系 普拉伯沃即将于今年10月成为印尼总统 目前他正在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 这项协议包括联合军事演习 在各国的部署情况以及在南海水域的海上合作 普拉伯沃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议会大厦对记者表示 这项协议将有利于两国的未来 并希望在国防以外的领域加强合作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称这项协议是两国之间最重要的协议之一 将为国防军提供更多演习和相互操作性 然而普拉伯沃的人权记录仍然受到质疑 特别是他在东地问的暴行指控 人权观察组织呼吁澳大利亚领导人向普拉伯沃施压 要求他阐明印尼的人权记录状 中央社报道 被近延二十多天的前 《环球时报》总编辑 日前被民众发现 在北京后海与中国民主持人鲁裕进行户外访谈 网友在微博上贴出照片 显示胡锡进和鲁裕在栏杆旁交谈 并有专业摄影人员拍摄 胡锡进的神情轻松和鲁裕都有笑容 但无法判断谁是采访者 网友纷纷猜测胡锡进是否要付出 并调侃他去拍综艺节目 胡锡进此前因错误解读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 而被全网禁言 他在解读中指出决定中没有共有制为主体的表述引发争议 随后随后 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强调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包含了共有制为主体的内容 形同打脸 胡锡进的解读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西班牙首相佩德罗 桑切斯在以色列与加沙冲突中的立场 使他成为欧洲少数敢于公开反对以色列行为的领导人之一 自2023年10月8日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向加沙宣战以来 桑切斯与他的团队 包括副首相约兰达 迪亚斯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和赛普 伯雷利 一直在推动承认巴勒斯坦国 他们的立场激怒了以色列政府 导致以色列召见西班牙和比利时大使进行抗议 桑切斯在多个场合重申反对杀害加沙平民 并呼吁建立两国方案 11月26日 他在拉法口外宣布将运送4吨医疗物资到埃及 并呼吁结束战争 桑切斯的言论引发了以色列外长埃利·科恩的强烈反应 科恩召见以色列驻马德里大使 并指责桑切斯支持恐怖主义 星岛日报报道 国产游戏黑神话 悟空于今日正式发售 不到一小时即登上戏命 最热玩游戏棒手 在线玩家人数迅速突破百万 并在短时间内超越了 Cyberpunk 2077和Elden Ring的最高同时在线人数记录 这款由深圳市游科互动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西游题材 单机动作角色扮演游戏 自2020年首次发布预告片以来一直备受关注 分析指出黑神话 悟空的成功不仅在于其高质量的游戏设计 还得益于政府部门对国产游戏的强力支持和迅速的版号审批 这款游戏的发售标志着国产游戏在国际市场上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 数千名抗议者要求美国停止对以色列战争的支持 并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 他们占据了距离大会几个街区的联合公园 举着巴勒斯坦和爱尔兰的国旗呼吁对加沙地带立即永久停火 抗议者表示 除非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承诺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 否则他们不会投票给他 哈里斯在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后称战争毁灭性 但并未承诺政策改变 抗议者们告诫哈里斯 他们的诉求不能轻易被驳回 并表示这不仅仅是一个媒体时刻 而是一个持久的运动 星岛日报报道 成都的一位市民王女士 在当地医院的十一楼拍摄到了一场罕见的天文器官 空中同时出现了七个太阳 这一奇景持续了约一分钟 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热议和调侃 有人笑称要极靠后裔来摄日 还有人戏演世界系统出bug了 四川省天文科普集会副会长 岑阳解释 这其实是由于观测者隔着夹层玻璃 多次光折射和反射后形成的虚向 每多一层玻璃就会多一个虚向 因此看到了七个太阳 星岛日报报道了一起在高铁上的意外事件 一名女乘客在高铁G7661次列车上被滑落的行李箱砸中头部和手部 情绪崩溃大哭 事发后列车长及时到场安抚女乘客情绪并进行调解 行李箱的所有者愿意承担其后续医疗费用 开设者称行李箱滑落是由于列车转弯颠簸导致 女乘客情绪失控是因为行李箱主人没有及时道歉 最终在列车长和乘警的调解下 双方达成和解 中央社报道 中国主要城市的房租持续下降 上海的房租水平已经回到2019年 北京也有越来越多房东主动调价租金 尽管今年大学毕业生人数创新高 但大城市的租房市场仍较以往冷清 数据显示 全国大东城市租金已经连续九个月下降 上海的平均租金和房租收入比一均降至2019年以来新低 北京的租房市场在毕业季也显得冷清 房东们为了留住租客不得不降价 一些热门城市如深圳、武汉、杭州、南京等地的房租也在下跌 翻映出整个市场的租金走势呈压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烈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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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